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我是小薇 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少高度繁荣的国家 一说到中东,大家就想到了迪拜 迪拜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城市 这里满大街的都是土豪 人们几乎不用为自己的衣食住行而去担忧 那么迪拜这些土豪所吃的东西肯定也是我们难以吃到的吧 但是你肯定想不到迪拜人最爱的一种零食 穷人都瞧不上 结果富人都成堆满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零食呢 其实这个零食还是很常见的 它就是椰枣 椰枣又名波斯枣、伊拉克枣等等 它是椰枣树的果实 椰枣中含有多种的维生素、蛋白质等其他的营养成分 自古以来椰枣就被人们当成很好的滋补营养品 深藻椰枣的椰枣树树林很长 可达百年的时间 而且它还有耐寒、耐热、喜欢潮湿等特点 椰枣树的外观还是很像椰子树的 但是其实果实像枣子 所以将其取名为椰枣树 椰枣树可以说是全身都是宝 其中椰枣吃起来就像是枣子一样很脆 而且还有椰子的香味 但是它比我们所吃的枣子营养价值要高 这种东西的价格在我们国家自然也是有售卖的 而且其价值还不是很贵 如今椰枣是迪拜人最爱的一种零食 这种穷人瞧不上的食物 结果富人都是成堆卖 富人如此喜欢吃椰枣 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椰枣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小伙伴们你们有吃过椰枣这种零食吗?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朋友们别忘了关注分享转发哟